大家好,我是张九义,房价很高,所以现在我们首付也很高 你会觉得每个月还的贷款也很多,很多家庭觉得有压力 当自己有了一笔收入以后,就想提前把贷款还完 也许你听到你的朋友跟你讲过,不要提前贷款 也许你觉得你现在还款很难 但是到十年以后,你会发现你还款特别轻松 因为钱是越来越不值钱的,而我们的工资每一年都在涨 所以不能够着急提前还款 那这话到底说的对不对呢? 有很多人在提前还款和不提前还款犹疑不决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讲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不能够一概而论 你要明白的知道,现在房产的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讲这个问题之前,要先跟大家说两个大环境 什么大环境呢? 第一,就是房产的市场变天了 过去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提前还款? 就是因为过去房子的价值翻了很多倍 1998年的时候,全国的房价均价是2000块钱每平方 到现在已经突破了1万块钱每平方 所以说过去20年,房子是一直在涨价的 那么我们还的这么多年利息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但是我们要看现在的一个房产状况 你能够保证20年以后,房价能从现在的1万变成均价5万吗? 我想大概率是不可能的 过去房子一直涨价,但是现在不涨价了 而且提出了房住不炒 为什么现在的房产市场有价无市? 就是因为大家看透了房地产的本质 而且开发商也在想办法降负债 二手房很多人挂高价卖不出去 就是因为很多人不着急 也觉得现在房产稳定了 不会再像前两年大涨 也不会出现白菜价 房产区域稳定以后 更多的就是观望和理性的对待 所以说你买的房子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的升值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该考虑我们自身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就是现在的大环境挣钱越来越难了 20年前很多人在村里边开个小卖部 现在我估计也变成了超市 可是现在你发现很多行业都已经内卷 内卷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竞争力变大 挣钱变得越来越难 同一个岗位有多人竞争 而且有很多人都是比咱们优秀的人 那么你会发现在整个行业如女薄冰 挣钱非常难 而且特别的有压力 说完了这两个大环境 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要不要提前还款 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切都是站在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去讲 如果你是富二代或者说你特别有钱 或者说你年收入很高 那这个视频一定不适合你 我相信大多数的家庭都面临着还款压力的问题 怎么样让自己省钱 怎么样才能利用好银行的钱 才是我们这个家庭应该考虑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手里面有10万块钱 现在有房贷 那我们到底该不该提前还款呢 现在的房子呢 基本上一套都在100万以上 假设我们按照年化率6%来进行贷款 贷款100万30年的还款期限 而且呢是等额本息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每个月的还款额就出来了 大概呢是5995块钱 如果你这个10万块钱向银行申请 我要提前还款 假设你现在这个贷款 你已经还了一年 那么我们大概呢 还有987000多块钱的本金没有还 你这个10万块钱还进去 就是还的本金 那么这个时候 在还款期限不变的情况下 你的每个月还款额就会减少 变成了5388元 也就是说呢 还了10万块钱以后 我们每个月就少还500多块钱 很多人听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傻 给大家说了这么多 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 因为每个月省了500块钱 但是如果我不还的话 我有10万块钱进行周转呢 但是你没有看到 它背后所产生的利息 假如说你贷款100万 就不提前还款 30年的总利息 是115万 超过了你贷款的本金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10万块钱 提前还进去以后 我们30年的总利息 就变成了987000块钱 也就是说呢 你提前还款10万块钱进去以后 你为你节省了11.1万的利息 你说到底划不划的来 那很多人说呢 我就不想提前还款 因为市面上呢 有很多投资的渠道 我只要呢 跟着一些大神投资 那么我基本上 每个月的收益都是很好的 我干嘛要提前还款呢 好 我们假设你这10万块钱去投资 那么市面上 我们常见的投资有哪些呢 要么就是股票 要么就是基金 要么呢 就是存到银行 那么银行的利率呢 是很低的 我们就按照三年年换率呢 3%来计算 也就是说你10万块钱 每年只产生 3000块钱的利息 那说个实话呢 还不够你每个月 还房贷的利息 还有人说 我直接就投资股票基金 因为这个呢 收益很高 但是呢 你要记住一点 高收益 往往意味着高风险 很多人许诺你 只要你投钱 基本上年化率 能够达到12%到14% 也许前一天 你刚好赚了大钱 但到了第二天 有可能连你这10万块钱的本金 都全部赔掉了 这样的事情呢 不是没有 很多人呢 都在这上面栽了跟头 这就是俗称的割韭菜 或者说杀猪盘 那还有的人讲呢 我不做这些投资风险 比较大的事情 我呢 有10万块钱 我要做生意 做生意呢 就是钱生钱 也照样可以赚钱 可以呢 弥补我这么多年 房贷所付的利息 但是你看到没有 现在呢 时代发生了变化 20年前很多人做生意 发了财 那是因为呢 那个年代 第一信息闭塞 不发达 第二做生意的人 相对较少 现在呢 行业有个词叫内卷 也就是说呢 每一个行业 竞争压力都很大 竞争压力大呢 就意味着 失败的风险增大 10万块钱呢 还干不了什么大事 也就是呢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店 前期的房租 再加上呢 自己的运营成本 基本上10万块钱 马上就会花光 这也就意味着呢 你刚投入了10万块钱 资金链呢 就直接断掉了 再加上呢 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 网络的冲击 让很多实体店都干不下去了 如果呢 你没有足够的钱卖 人卖和资源 那么你去这样投资的话 基本上都是属于赔本的 而且呢 你要想到一点 现在呢 买房子贷款 年化率呢 是很高的 基本上呢 都在6%左右 那么有什么产品 能够让你的收益 在长达30年的时间 每一年都保持6%呢 我相信绝对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在2020年 发生疫情的时候 很多家庭都面临着压力 也有很多人直接破产了 也就是说呢 家庭属于高风险家庭 而且呢 一个家庭的钱 刚好够花 我这里跟大家讲的 刚好够花呢 就是除了房贷 除了生活费 除了呢 养孩子以外 基本上就没有存款 所以说呢 一旦有突发事件 我们的家庭呢 就受不了 这也就是俗称的高杠杆 高风险家庭 那么是不是只要有钱 就可以提前还款呢 这也不是绝对的 因为呢 有以下几种情况存在 我们呢 要知道时间节点 首先第一点 你要明白 你在银行贷款30年 前20年 基本上都是在付给银行的利息 这个时候 你所还的本金 占的是非常少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时间节点 如果呢 你贷款30年的话 在15年之内 你基本上呢 就可以提前还款 因为这个时候呢 可以为你节省利息 但是如果你已经还了20年左右的时间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提不提前还款 已经都无所谓了 银行呢 已经把大头的利息全部收走了 你这个时候在提前还呢 还的都是本金 基本上呢 对银行来说 没有任何的损失 一般的情况下呢 在你贷款1到15年之间 你是可以提前还款的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你当初买房子 使用的是公积金贷款 或者说呢 使用的是打折的商业贷款 那么公积金呢 5年期以上 现在呢 是3.25%的年化率 那么我们提前还款呢 就没有意思了 市面上呢 找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理财 每一年的这个年化率呢 都已经超过了3.25% 所以说呢 没有必要提前还款 还有的呢 是一些商业贷款打折了 那么之前买房子呢 实行的是固定利率 很多时候呢 是4.9% 还打了8折 或者是9折 那么折合下的呢 年化率呢 就在4.1%左右 那么基本上呢 也没有必要去提前还款了 这呢 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所有内容 还是那句话 买房子 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 自己的家庭状况来买 提前还款 也是一样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还有一些人呢 觉得总是欠着银行的钱 心里呢 不舒服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又没有其他别的 好的投资渠道 你也可以呢 进行提前还款 总之 怎么舒服 怎么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